大家好 我是Terence 今天我為何會坐在一起和大家見面呢 其實是因為我之前出了一段影片 就是講我收拾房子的時候 就找了很多二十年前的電腦產品 其實我有部份展示出來給大家看的時候 其實有些都捐了出去 捐出去其實是因為這麼舊 其實是沒有人用的 也都用不到現在的電腦 但是就是可以給一些機構 用來做教學用途 就是讓人來看 原來二十年前的東西是這樣的 現在的東西又是這樣的 就是可以這樣用 但是如果你自己也有一些電腦 又不是太舊 但是又難得拿去賣 那怎麼辦呢 其實捐出去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但是捐的話 捐CPU、底板、Ware等這些 其實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因為敏感資料是不會儲存在裡面的 但是硬碟 這些硬碟其實是有一些 你自己的資料是儲存在裡面的 就是自己的電腦 當然是儲存自己的東西 所以其實之前有觀眾朋友問我 看完我一段二十年前的影片 不是二十年前的影片 二十年前沒有YouTube 二十年前的電腦產品 就是我展示出來給大家看的影片之後 他問我其實他都想把一些東西捐出去 但是怎樣可以令到硬碟的資料 是可以真真正正清除了它 而又可以捐出去給別人呢 其實現在坊間最主要是有三個方法 令到硬碟的資料消失 第一個方法其實就是用軟件去做 不過這個不是100%穩陣的 不過都介紹給大家聽 它其實就是用一些方法 令到你的硬碟不停地做輻射 不停地寫一些東西下去 令到還原的機會是會減低的 這是第一個方法 這個是成本最低的 第二個方法就是用軟件給別人做 就是把硬碟拿去燒持 燒持 硬碟其實是一些磁性的物品 經過燒持之後 其實整個硬碟用不回 已經是壞了 既然壞了的話捐出去也沒有用 所以這個可以破壞資料 即是對機密資料有用 但是對捐出去的話就用不著了 而第三個方法 你一聽到都知道應該用不著了 就是把整個硬碟整個硬碟 整個硬碟弄爛它 又是有一些特定的器材 弄爛了它 你自己的硬碟是不爛的 因為很硬的 就是用這些方法去清除內的資料 但是剛才有些方法都用不著 所以現在我打算介紹一個軟件 也是免費的 去幫大家清理Hard Disk內的資料 就是這個Eraser軟件 連結我會放在下面 即是Description欄 給大家下載 即是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怎樣去用呢 其實很簡單 只要在Right Click 按New Task 然後我就會選擇 我選擇One Manually 即是自己手動去到 執行什麼時候去清除資料 然後選擇這個Add Data 它最主要有些什麼 去給你選擇呢 選項 Target Type 選擇 這個File 即是去到 只是清除某一個File 的資料 不讓別人 recover 另外就是Files in Folder 即是在某一個Folder裡面的資料 你是想把它完全清除 另外就是Recycle Bin 即是資源回收桶 裡面的資料 想把它清除 還有是不用的空間 即是未用到的空間 硬碟裡面的 都可以清除 又或者這個Secure Move 這個其實就是用來 讓你把硬碟的資料 由一個空間一個位置 換去另一個位置 Move 移動去另一個位置 Source 源頭的位置 就想去到真真正正正清除了它 這個就是另一個Secure Move 還有今次我們會用到的 就是這個Drive 或者Predition 即是清除的方法 按了這個之後 我會選擇我的Hard Disk 我剛才的Hard Disk 其實就是一隻1TB的Hard Disk 已經很舊了 是我的Drive E 我先按一下它 我們先看看這個清除方法 其實有很多種 這裡有很多很多 我最主要都會用兩種 就是這兩個 這兩個 首先先說這個 USDOD 這一個 其實就是一個 可以預防用軟件 收復你的硬碟資料的 一個清除方法 為什麼我會特別說 用軟件去收復呢 因為上面還有一個 這個選項 如果你用這一個方法 去清除資料的話 就會是可以預防到 即是它聲稱 可以預防到 用硬件 收復你的硬碟裡面的資料 這個呢 其實這個成本 會是高很多的 用硬件去收復你的資料的話 這個就要視乎你自己的 Hard Disk裡面的資料 的敏感程度去到哪裡 如果你說 不是我真的有很多機密東西的話 我勸你直接不要捐出去 因為如果真的有心去收復的話 即是用很多很多錢 很多很多的時間的話 仍然是有機會的 但如果你說普遍來說 其實我會建議 用這個方法 螢幕上面顯示著這個方法 其實已經是OK的了 好 那我現在就試一試 去清除我的硬碟 好 按OK 然後再按OK 就可以了 現在呢 我就可以去到Run Now 在Run 的時候 其實我的Hard Disk 已經在執行 去到清除裡面的資料 但是這個時間 是相當相當之長的 我也不知道多久 慢慢等一等 好了 終於回來了 真的等到頸都長了 其實呢 我想如果是 插在SATA的話 應該會快些 因為我現在的Hard Disk 我只能用一個USB USB是慢很多很多的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其實是極少去到 講解一些電腦上 怎樣去到用的東西 因為我自己最主要都會是 講一些健康的飲食 以及一些運動上的知識 去到跟大家分享的 其實是因為有觀眾朋友 都想捐電腦出去 看看有什麼辦法 我自己都略略知少少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下次回來再見 繼續留意我的運動片 拜拜